在新加坡这样多元化的地方,人们的兴趣和爱好会总是在变化。 TV,老师早安。 但是,如果我们不承证人们的爱好,而是皮笑他们,这就会导致友谊分裂。 因此,我们需要永保变化,应该鼓励和支持别人追求他们的兴趣和爱好的目标。 只有这样才能保持团结,加强宁愈欲。 在什么?